在南厕所 马文碰到了一个姑娘 姑娘真好看 马文有点紧张 结果给姑娘留下了不可谋灭的印象 这一天 马文跑步的时候 正好碰见姑娘在遛狗 姑娘说 请她改天到自己的动物之家 对于马文怪异的行为 姑娘似乎不讨厌 还很欣赏 在动物之家 马文没控制住 逃了姑娘的鱼 还伸头进去咬她 姑娘看见 马文再次尴尬了 但姑娘很大方 没赶走马文 还请她到屋里 知道马文会听鸟语 甚至甜甜的笑了笑 马文的怪异第一次被接受 马文都有点不习惯了 毕竟之前 连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都觉得她太奇葩了 有点设恐的马文 不由自主的跟身边的猴子开始爽 晚上 在市长的晚会 马文被要求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马文失败了 没时打断了她的自控 一只公猫更是让她发了狂 她一个冲刺 翻进了虫草 把猫咬成了个秃子 被抓出来时 还当众吐出了一颗毛球 警局觉得丢脸极了 要立马把马文炒掉 好在这时 马文的耳朵动了动 然后直挺挺地扎到了隔壁的池塘 她向着海豚顶起了个孩子 这孩子正好是市长的 误打误撞 马文全场瞩目 保住了工作 还涨了工资 晚上约姑娘吃饭 心里也踏实了 她打算今晚告白 虽然姑娘吃醋 和她不太搭调 但难得的姑娘不嫌弃她 马文觉得没关系 自己可以改吗 只是这时 一个帅哥适应商瞄上了姑娘 马文气得抓桌布 她冲到厕所大声大叫 然后在后巷 把男人给捶了 或许是因为刺激 这个晚上 马文发狂了 与此同时 村里的一头牛被猛手吃掉了 有人还看见 XX的马文 把话了下来 交给了警察局长 当局长审问马文的时候 她正控制不住的指定人圈 她诡异的举动 让局长觉得 是她没跑了 马文被解雇了 当姑娘找到她时 她已经把自己家 搭成了水塔洞的模样 据说 水塔就是靠凯树之后 你压力的 姑娘找到马文 说自己相信她 但村人不屑 第二天早上 村民举枪撞文 姑娘让马文赶紧跳窗逃跑 只是笨拙的马文 根本跑不掉 她为了救掉下山沟的偶像 被成功抓住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动物突出 把马文救下 看着发光的眼睛 原来姑娘和马文一样 都是怪物 而当众怒吼着 要杀掉两个野兽的时候 马文的兄弟站了出来 顶踢了她 这些南部白人们 看见杀牛的是个小黑 便决定放过她 以偿还400年来对黑人的压迫 最后马文与姑娘开了个农场 剩下两个瘦人宝宝 故事到这里结束 这是个快乐的故事 我们的不一样 或许会拒绝很多人 但同时 又会为我们找到 唯一的那个她 推荐给大家 新年快乐 2021 不要害怕 不一样